嘩喺,你的鼻毛這麼粗?快點扔掉它吧! 傻妹,不是鼻毛來的,挺鼻氣你都不懂 怪不得你鼻子這麼扁 我將它放入鼻子裡,等會鼻子就會變得又高又尖 讓我問我好姐妹要不要試試 為什麼呢?因為沒有什麼興趣 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沒用 蛤?為什麼每個人都不修? 如果它的位置不能夠很固定的話 那變成進去裡面,萬一它移了位 突然這麼不幸,它又吸了氣管的時候 也有一個風險,可能會有 我們說是續傷,甚至有吸入性肺炎的風險 有沒有這麼嚴重?什麼?還沒說完? 那個鼻尖的位置,那個黏膜可能會變薄 會容易出血,另外其實鼻附近也有鼻毛 有些毛狼,也有可能那個位置也會發營 熱類挺鼻氣由台灣和南韓傳入 由兩條弧形膠幼條組成 在救密網最便宜的10元就有一個 部分還聲稱長期使用可以永久挺鼻 我們都試帶過,擺入鼻孔之後 雖然真的令鼻子看起來高一點,漸一點 但都頗不舒服的 呼吸的時候稍為用點力,挺鼻氣還飛出來 整形外科專科醫生彭志榮就說 帶了挺鼻氣最多只能短暫撐高鼻翼 因為發育期之後,鼻型大致已經固定了 所以想鼻變高呢? Sorry 喔! 只得將外來物打入鼻道 又或者做手術植入假體這兩種方法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